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当时我们在点验的时候并不是在太阳的底下 那每一箱疫苗中央都依照特殊的冷藏箱里面做保存 里面含有冰宝然后有保冷袋 不只强调是在阴凉处点验其实纸箱里的保冷也是一大学问 里面除了有温度监视卡清楚记录疫苗入库日期和温度 也会特别注意温度监视片是否有拉开 只要冷冻和温度监视卡没有变色就没有问题 另外还有冰宝加强保冷效果就是要让疫苗温度维持在2到8度 确保疫苗品质没问题 它其实我们在装箱的时候 它用的就是特殊的这个冷藏箱包装运送 所以它可以在这个飞机还有这个一般的这个运输的 汽车的汽车的运输的过程当中 可以维持一定的冷藏的温度 所以这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为了把疫苗送到里岛冷链运送全面拉高标准 不只金门拿到疫苗就连马祖也有 指揮中心特别公布 就是我们连加剑就是加拿两性剂的疫苗 高规格加强保冷措施 确保配送过程没问题 让里岛民众都可以安心接种疫苗 三天新闻 叶琪凯阳 事业新闻马祖采访报导